尤其是現在的疫情,大家每天看到這麼多的資訊,一定會有很多的擔心,憂慮 然後,兒女又說停學了,過農曆年至到現在,過幾月都不上學 究竟讀不讀到書,這個學期究竟是不是就這樣算了 這個學期的學業又如何,又會擔心 然後,兒女,有小朋友,有年輕人在家裡的家長,我想就很煩躁 今天我坐地鐵上班的時候,旁邊一位女士 我坐著,他每隔一兩分鐘就打電話給兒子 又打機,又打機,因為他的電話其實是駁到他家裡的CCTV 在那邊看著兒子,在客廳,隔一兩分鐘就打電話給兒子 你還在打機,你不做功課 我前幾天有臭口,聽到一個年少年紀的爸爸,六七十歲 我估計,就跟他的朋友在地鐵裡說差不多相對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臭小子,日夜又打,日夜又打 那朋友就說,那為什麼你不去勸一下他 然後那個爸爸,他就說,你不想我家散? 我去勸他,他又打動手打我怎麼辦 我想不知道這些會不會有父母的家庭 現在很容易就是說,幾個禮拜已經停學下來 你們的子女是不是都可能沉醉於電子的世界上 很容易的,而且還搞到日夜跌倒 因為他明天不需要回學 一天晚一點,一天晚一點就搞到不知道幾點睡 星期幾又忘記了 沒有了規律 而且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又不夠口罩,又怕感染 所有人盡量不建議外出 吃飯又不要外出 所有活動都盡量不要外出 變成全部人都在家裡 平常大家都有些空間出去 來不時回來是很OK的 但現在就天天在地 很多朋友都會遇到很屈滿的情況出現 還有,究竟這個疫情會否維持多久呢 現在在其他國家又爆了 似乎我們都很難掌握這些情況 嗯,是的 所以我們的心思很多時候就會去到這些 夜日看很多的資訊,新聞,電視 嗯 剛才也說了,我們撲口罩 又要消毒,又撲消毒 早前,大半個月前,周圍都排隊買口罩 我記得在街上,一看到人排隊 很多人就湧過去排 不知道排什麼 排了才算 然後才問你排什麼 前面的人我都不知道 不過有得排就先排 對,那為什麼這些人會有這些反應呢? 不知道大家想想知道 嗯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看到有東西派 尤其現在,可能防疫物資 就馬上湧過去了 是 如果一旦派完 不能派排到他的時候 就馬上很鼓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那些是一些焦慮 焦慮之下 就會有一些我們叫做自動導航 自動反應的情況 是嗎? 這些跟我們生物求生存是有相關的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練習淨沽 我們對這一份多一份覺察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幫到手 嗯 嗯 對 之前就搶完口罩 接著就搶廁紙 記得有一次就打劫 三個賊 拿刀打劫 就是搶了幾十卷廁紙 對嗎? 對 都是很憂慮 大家都 嗯 嗯 如果我開視頻 就有人來見到我 我現在不想人來見到我 都要按這個 要試這個 靜欣 好了 剛才都說了這麼多 又撲口罩 又找到家裡 不知道大家 看著聽著這麼多這些事情的時候 身體有什麼反應 或者有什麼感覺呢? 在這一刻 我想跟大家 做一個短的靜觀練習 稍稍停一停 靜一靜 和觀一觀 靜觀這兩個字 就是 字面上已經是靜 和觀 觀的意思就是觀一個特定的對象 例如我帶大家剛才做的 一開始就是一個身體感覺 觀察身體感覺 那我現在呢 就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靜觀練習 邀請大家 準備好的時候 找一個位置 可以坐得舒適 如果坐在座椅 我想大部分朋友坐在座椅 或者有可能坐在床上 雙腳是平放在地板 盡可能 然後 這個背部 最好離開椅背 使得你 背部可以坐得垂直 雙手隨意的 躲在你的膝蓋 或者大腿上 這樣就可以了 合適的話 可以合上眼睛 又或者微微張開眼睛 看著前面一個固定的點上面 首先 感受一下 現在屯部坐在座椅上面的感覺 亦都感受一下 由臀部 一路上到去 背部 肩膊 頸和頭 看是否都成一直線 遠然而上 頭頂指向天空 感受著一份 坐得莊嚴 又不失輕鬆的感覺 感受一下 兩個腳板 平穩地 踏在地板上面的這份感覺 感受一下 整個身體 現在佔據著這個空間的這份感覺 如果感覺到身體有任何地方 如果有一些不愉悅 不舒適的感覺的時候 就只需要 覺察一下它 留意著它 合適的話 將注意力由留意身體的感覺 轉移到呼吸那裡 擔心 擔心一吸 一咆 一咆 吸氣的時候 我感受到自己 正在吸氣 呼氣的時候 我覺知自己正在呼氣 吸氣 覺察到氣息全程的進入身體 呼氣 覺察到氣息全程的離開身體 一吸,一呼 你是不需要去調教自己的呼吸 只是按著你的呼吸去覺察他們 又或者你甚至可能留意到一吸和一呼之間是一個停頓的地方 在一呼和一吸之間也有一個停頓的地方 當繼續進行覺察呼吸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留意到自己已經分了心 心意不再在覺察呼吸上 要知道分心是人之常情 每次當留意到自己分了心的時候 你只需要確認一下自己分了心去哪裡 然後帶著一份溫柔和慈愛 慢慢地把游走的心意帶回到當下覺察呼吸的練習上面 你是不需要怪責自己 批評自己的 因為分心就是我們心意的正常活動 呼吸氣 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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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氣 讓我們這個正觀覺察的練習 可以培養到我們 回到此時此刻的一份覺察 而將這份覺察帶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刻 請大家慢慢把眼睛打開 讓光線溫柔地重新進入到我們的眼簾 歡迎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有哪位朋友都想分享一下 剛才Human帶的練習中的經驗 如果有朋友想分享的話 請你自己解除咪的靜音就可以分享 有哪位朋友都想分享一下 又或者你可以選擇用聊天的方法 將剛才Human帶的經歷 即是你體驗靜觀呼吸這個練習 將你的體驗打入聊天的位置 我都可以讀出來 是的,我和阿輝都會很好奇 大家在這個家裡 透過一個線上的平台 這個經驗是怎樣的呢 可以做這些正觀練習 最初做熱身的時候 我覺得身體的位置都很緊 還有很痛的感覺 嗯 Theresa,當你留意到這些不惜身體的經驗 你當時怎樣對待這些經驗呢? 嗯 即是如果太辛苦的時候 就不去做那麼劇烈 嗯 即是不要拉得它太緊 是,很好啊 因為這件事正正是我們 對身體的認識,了解 以及知道它的局限在哪裏 因為我們做這些練習的目的 是照顧自己 而不是去強迫自己 要去達成某些的狀態 是的,多謝Theresa的分享 剛才剛剛剛剛的練習 你想不想分享一點點你的經驗? 剛才這個練習? 呼吸的練習 呼吸那裏很放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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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正常的 是啊 很正常的 當然我們是 希望 慢慢慢慢透過鍛鍊 這是我們能夠有一份清醒 覺察 在過程中 如果分碎了 這個呢 其實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也是反映著 可能我是不夠休息 我是疲倦 是的 又或者都市人經常都很忙碌 一集中 人就很緊張 很緊張 整個身體都很崩緊 所以就要停下來 立刻人就會自動放鬆放軟 就很容易出現一個所謂分沉的現象 是的 就像剛才Human所說 如果我們透過一個正觀的鍛鍊 其實可以既放鬆 但又不失分沉 當然 我們今天分享到一些正觀的淺嘗 平時可能要收窄一段時間 可能上一些正規的課程 多謝Theresa的分享 有沒有其他朋友都很像Theresa 有相同的經驗 又或者有不同的經驗 甚至乎有疑問 你都可以 即刻在這個平台和我們大家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都可以 請問阿輝有沒有聽到? 阿May 聽到 是的 我是阿May 我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做正觀 會看到自己 所以 我做了一下 我就關了鏡頭 因為我覺得很緊張 看到自己做 不知道 好像很古怪 很難去專心做 嗯 嗯 嗯 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也是看著自己 是的 我們也是第一次看著自己 不習慣 看著鏡頭 有時候看著螢幕 你看到我們有時候 好像不是看著大家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著螢幕 而眼睛不是在螢幕上 也有這些可能不時在的反應 那當你剛才說關了螢幕之後 再去跟著Human做 你的經驗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是怎樣的呢? 嗯 其實我有少少頭痛 但是做剛才的靜觀呼吸的時候 反而是沒有了頭痛 但是一完結之後 頭痛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我做的時候 覺得頭痛不舒服 但是 做完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頭痛開始不舒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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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有趣 你也能覺察到這個分別在哪裏 也不是說要靠靜觀來拘除你的頭痛 但是你看到分別在哪裏 這也是一份覺察 其實 對 還有有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去 令到自己 一直都處於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嗯 都可能 當你剛才留意到自己 在做的時候 便舒適 然後便出現一些頭痛 然後你如何對待自己的頭痛 我說頭痛還沒有在 嗯 嗯 我今早睡醒已經頭痛 是的 是的 也是在收集一個接納 是的 接納是一個 容許它在 是嗎 重要的元素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接納 是的 當然 希望看看 未來再一段時間會不會有轉變 是的 好 多謝阿May你的分享 好 多謝阿May 剛才我看到阿少玲是舉了手 是否你也想分享 如果是你可以自己開了麥克風 就可以分享就可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yle 你好 我是Style 我做申請的時候 真的 很痛 頸和背 嗯 再次確認 告訴我 我頸和腰 真的還是有問題 嗯 其實這幾天都在想 會不會去看醫生 但是 又怕看醫生會不會又有風險 所以 都拖了整個星期 是的 那 另外就是 阿曉雯說到 即是說 乘火車聽到媽媽不停地打電話 叫小朋友 沒有打電話 就是 又令到我發覺自己 其實都對小朋友的這些情況 是有焦慮的 嗯 是 嗯 嗯 呼吸的時候 其實是 思想是走了很多次的 嗯 雖然都做了政官這麼多次 有時候平時都會做一下 嗯 但是 很奇怪 今次 當我的思想飄走的時候 我真的有批判自己 哦 是 是的 這份都是你的發現 對自己的發現 原來我會批判自己的 這是對自己的一個發現 是嗎 嗯 我們人都 可能活了幾十年 很多的雜姓 不會說 做了一段時間的政官就會沒有了 但是 我們每一次 發現自己又有這些雜姓出來的時候 都是一份覺察 看看我們怎樣去慈愛 溫柔 去重新接納我們這些部分 是的 另外我想再分享一點點 就是 今晚這兩天 我有外出 因為順便買菜 去了 經過一個天橋 看到很多人在拍那兩棵花 嗯 我也是 每年我都喜歡去看 我也會拍 嗯 但是拍的過程 拍那一刻 和之後 我都會想 我就是拍照 還是我真的要去欣賞這棵花呢 嗯 我反而會覺得 其實自己去欣賞它 不要只顧著拍 因為不要為了拍而拍 就是去欣賞 很好啊 這個發現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不自覺地 就是自動化 一見到東西 喜歡 就馬上拍了它 是的 其實都不提回去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是的 你這份覺察很好 是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可以這樣欣賞 身邊的東西 大家都會更開心的東西 多了 謝謝你 謝謝小靈 謝謝你的邀請 邀請在座 螢幕前的朋友 都可以多些欣賞 不要只留意很緊張 或者很有壓力的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已經太多了 如果我們拿回平衡 都可以欣賞自己 都可以有些時候 有些很簡單的花 植物 或者其他東西 都可以令自己心情愉快 我們都可以多些留意 因為我想 大家也可能聽過 我們的習慣 就是很喜歡留意 這些負面的東西 所謂的威脅 因為我們 一路的祖先 求生存 求生存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留意 負面的東西 危險 負面的東西 變成我們 就忽略了 我們眼前一些很美好的東西 所以都很欣賞你有勇氣 去剛才這樣說 去接觸一下自己的不舒服 包括身體的不舒服 情緒的不舒服 都是需要一些勇氣 還有很多的覺察 非常多的覺察 謝謝邵玲你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或者我們繼續下去 剛才做了一個練習 現在 大家看到的這張圖片 可以在網上找回來 現在大家都很渴望 我們可以在疫情底下 有這麼和諧 父母又可以陪兒子一起去玩 融合 這樣 但往往 情況就好像現在 這張這樣的圖片 是不是 即是 那些事實感 就不能上學了 而媽媽本身都要上班 但是呢 又變成了工作 好 那這些對我們來說 目前是非常大的挑戰 而 我亦都有一些 即是 我在理工大學 帶一些學生 他們本身就是一些老師 來的 他們告訴我 這些老師 就告訴我 他們現在這一陣子 在學校 就 網上上課 即是同學 好像我用Zoom 去教學 但是 因為教學 跟他真的上課 是很不同的 他只能夠 他發現那些小朋友 那個專注力 是比起真的上課 還差很多 所以他只能夠 是教很短很短 變成 那些家長 就變成 在家裡 要去 好像去 去補習 幫那些小朋友 變成 現在 那些家長 要做老師那份 哇 很辛苦 而家長本身 又要在家工作 對 所以 本身 都很容易出現 直升機父母 看著子女 現在更加 看得很困難 真是辛苦 大家稍等一會 好 接著 我想大家都有些朋友 可能 有些家長 都在經歷著 嘩 又不出門口 那些子女 又不可以出去活動 又沒有學 是不是 就 家裡 平常 大家可以有些空間 出去 就是 不用 整天 捏一堆 但是 現在 所有時間 都要捏一堆 大家都形容 一個字 一個字眼 就是困獸鬥 來描述 現在的狀況 而這些狀況 對家庭的關係 構成很大的挑戰 其實 那些子女 又會很悶 尤其是 那些小朋友 是比較活潑 多精力 在家裡 搞來搞去 家長 又要 疲於奔命 去 設計活動 給小朋友 安撫他們 但是 家長本身 他自己可能有工作 他又要再加工作 我看到有朋友都很認同 我打了幾個字 說 是呀 是呀 真的很認同 現在你說的 而這些父母 其實他們現在面對的情況 壓力 是非常非常嚴峻的 因為 他除了困獸鬥之外 還要擔心在外面 會不會感染 例如他也出去買菜 買菜回來 我會不會在外面帶 一些菌回來 惹到子女 惹到老公 或者老人家 然後 又要自己在這裡 清理一大餐 是呀 長期是這樣 四面受敵的話 人不精神緊張 其實情況也很正常 是呀 大家稍等一等 我們的 slide 剛才也說過 好像這張圖片一樣 這個人又在家工作 但你看到他 上面穿著西裝打靚太 下面穿著睡褲 我們平常出去工作 一定會換上衣服 但是 現在 我起床之後 究竟我需要換衣服 甚至我需要擦牙洗臉 是嗎 要不需要收拾自己的樣子 都要的 開會就要的 對 開會 所以上身就有收拾 下身就不用了 所以 家庭生活和工作 是交錯 重疊得很厲害 令人無所釋從 對 沒錯 我曾經來看見我的朋友 都說 基本上現在變成 home office 上司經常無時無刻 下班的時間都會打電話給他 是 可能晚上下班 其實下班的時間 他仍然要回覆上司的電話 是 可能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那條界線 我們做家庭工作 經常都說界線 好像沒有了界線 就是侵入了自己的私人領域 搞到他現在開始 失眠的情況 是嚴重了 會 尤其是現在 因為在家工作之後 就用了很多網上的平台 大家又要去學這些平台 怎麼用 也有很多危機的事件出現 然後又要去處理 就變了好像你說 沒有了時間 規限的事情 更加很難有私人空間 因為家裡可能幾個大人 他們本來各自有份工作 但每個人都在家工作 對嗎 對嗎 網絡又搶著來用 電腦又搶著來用 對嗎 大家又會吵到大家 家裡未必有一個獨立的房間 對 所以 真的是一個群衆鬥 尤其在香港 我想 寸金尺土 大家住的地方 不是很多地方可以避 對 不能避 又不能外出 那怎麼辦呢 真是很糟 好了 我們聽到這麼多這麼大壓力的事情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呼吸空間練習 請大家 坐得端正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站在這裡 首先留意一下 現在 身體 轉變成一個端正的姿勢的時候 的這份 狀態 身體的一個姿勢的轉變 是幫助我們 由平常我們不知不覺 自動導航的狀態 轉移到去 覺察當下 那個空間第一步 覺察當下 留意一下 現在有什麼念頭 在你的腦海裡飄過的 如果有的話 只需要覺察一下 確認一下他們 你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有什麼感受 感覺 情緒 如果有不開心 不愉悦的情緒的話 都可以面向一下他們 確認一下他們 你是不需要拘走他們的 要請大家留意一下整個身體 的感覺 看看身體有哪些部分 有一些 不舒服的感覺 都可以去確認一下 覺察一下他們 覺察一下他們 呼吸空間第二步 收攝心神 要請你把主力放在你的腹部 留意一下當你一吸和一呼的時候 腹部的變化 呼吸吹 吸氣的時候 留意到腹部緩緩的 脹起 吸氣的時候 留意到腹部緩緩的 下沉收縮 一吸一呼 腹部的一起和一伏 呼吸空间 第三步 扩展开虚 邀请你将觉察住呼吸 一路扩展 扩展到去留意整个身体 包括你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的姿势 和此时此刻你的面容 如果留意到身体有任何一些部分 是紧张疼痛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都可以吸一口气 将气息送到这些不舒服的部分 呼气的时候 就由这些部分将气息呼出身体以外 容量这个呼吸空间的练习 可以帮助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挑战 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 以后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可以回到当下 不至于被很多犯粗的生活 所捲走 如果是刚才合上眼睛的朋友 邀请你现在打开眼睛 这个呼吸空间的练习 是可以帮到大家 用一个很简单很短的时间 是可以回到当下 那就是 邀请大家可以 好像其实我们平常一天吃三餐 如果你做五晚 平常都各做一次 到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要做这件事 就会比较有效的 想不想访问一下大家的经历 可以的 有哪位朋友在刚才做这个练习里面 都有想分享的 都可以随时解除你的静音 或者打个message 聊天的部分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虽然简短一个练习 又或者疑问 好没有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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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好 噓 好 不要緊,大家暫時還未分享,稍後有機會大家可以提問或分享 不如我們繼續吧 為何要收甲政官呢? 其實他會幫助我們對於我們的念頭、情緒和身體的感覺提高這份國策 而當提高了這些國策的時候,就令我們比較沒有去到一個我們平常的自動化的反應 比我們更快去思考國策,就立即有一個反應 而提升我們時刻可以回國策 而他還有一個好處,因為他接納自己,對自己好,培養一個智慧和慈心 首先善待自己,然後善待其他人 是 Human,你在你的工作中見過這麼多家庭,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原來那些家庭在一些磨擦中,溝通上有困難,透過學了靜觀幫助他們 有沒有這樣的故事? 有很多這些故事 譬如我在一個家庭,一家四口 就是來見那些小朋友是有些類似自閉症 或者有些過度活躍的情況 見了他們也有兩三年時間 中間有自閉症的小朋友,他經常會做一些事情 但我見到他們那麼喜歡做事情,那麼好奇的事情 我就設計了一些動作 還有我用一些瑜伽的音頻和他在那裡玩 他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就邀請他爸爸媽媽一起坐在那裡做這些事情 他對這些事情就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靠這件事跟他在那裡 他慢慢慢慢就很喜歡做這些動作 還有我邀請他們上來就一起做 還有教他們回家 和爸爸媽媽在每天一個固定的時間 當然他做不到一天做的 但一個星期可能做到兩次 但是很奇怪地他們這樣做一下停一下 大概半年時間左右 兒子是淡定了很多 還有他們在家裡好像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什麼時候我們要去做這件事 大家就去做這件事 爸爸媽媽就 比起之前 對著兒子沒有那麼煩躁 沒有那麼多自動反應 讓哥哥用心去聽小朋友說話 這件事都很有創意 把靜觀的活動變成親子遊戲 是的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實際上我都遇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大家都很期待 還有Human 分享多些家庭工作 如何應用 靜觀 我們會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這些平台再分享多些家庭治療的工作 不過今天可能時間不夠了 簡單的分享 因為家庭治療有很多理論 還有一些理論都很博大精深 我為何今天選擇這個博域的家庭系統理論 就是因為它對應於我們今天 香港人面對這個肺炎的疫情 那種的焦慮是很貼切的 因為波雲就說 很多我們在家裡產生的問題 就是起源於人的一些焦慮 而這些焦慮是代代相傳的 而當這些焦慮 我們太多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去到一個自動化的情緒反應 就是說沒有經過思考 沒有經過你不去覺察的話 你就很自動播 譬如一看到兒子是這樣 就立刻罵或者打 這些東西就會變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被你打被你罵的人 他又會不喜歡又會反擊 然後在家裡 就造成了一些我們所謂的不良的互動模式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些是我們做家庭治療的家庭圖 正方形是代表男士圓形的女士 例如這個是一對夫婦 爸爸媽媽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這個是爸爸的父母 就是爺爺媽媽 他們是住在一起的 現在疫情影響 這個兒子就有一些自閉症的狀況 之前已經 現在全部都不用上學 又不用上班 老人家又在一起住 那怎麼辦呢 然後兒子又在打機 又不聽話 媽媽就罵他了 那些線有什麼意思 這些線就是 譬如這條線 就是說 媽媽也有少少少打兒子 這個有個箭嘴 即是說有少少暴力的成分 這些就是關係有些衝突 即是窩蟹 這些就是比較大的衝突 就是奶奶和媳婦有比較大的衝突 那兩夫婦之間 都因為兒子的問題 就經常吵架 媽媽就經常罵兒子 然後媽媽就疼孫 就是要宣誓很重要的 然後他們就疼家嫂 為何他們常罵兒子 他只是打機 你怎麼不讓他打 然後突然會濕錢給孫子 去買遊戲 電腦的洞 然後媽媽就會很生氣奶奶 然後跟老公投訴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疫情,他們各自都日出了 只是晚上才會面對這個局面 現在就糟了,除了睡覺八個小時 其他時間都被迫在這裏,你說是不是困收斗 就很多,剛才博曉所說的自動化反應都出來了 而且這些家庭的組合也很普遍 婆式出現問題 然後上一輩也會很疼愛孫 跟自己的媳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關於怎樣管教 然後老公也不知站在哪邊好 做男人也很難在這個局面 那怎麼辦呢?博曉有沒有一些想法呢? 博曉今天就沒時間說了 因為讀書都讀幾年了 不可能在這裏三分鐘就說了 不過呢,就讓大家看看我們今天香港家庭 因為疫情之下所面對的一個局面是非常之嚴峻的 好,看看時間關係 好,因為時間了 好,你可以繼續 好了,大家看到這幅圖是去展示我們剛才所說的 如果我們現在遇到一些困難事件 就像疫情一樣 然後導致我們有些情緒不好 然後可能身體也有些不舒服 在壓力之下 我們經常會有些很快的自動化的反應 而通常我們人都是來不開幾種反應的 一種就是逃避,不要理他 另一種就是跟他砌過,跟他練過,攻擊 如果是攻擊的話 就像剛才的家庭圖一樣 他媽媽就罵我兒子,我兒子就要反擊 另一種就是麻木,什麼都不理 這些自動化的反應和處理的方式 其實都幫不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我們有另一個方式 譬如靜觀的話 當我們那一刻 一意識到我現在在生氣 譬如說媽媽說 我現在覺察到我現在很生氣的兒子 我現在去靜觀一下 做一下這個呼吸空間練習 當他做了這個雖然很短幾分鐘的 覺察練習 但是他整個人可能安頓了下來 他又多了一個選擇空間 多了一個選擇空間 可能就說 兒子也是打了一小時的機 算吧 說他一句,每一句就算了 然後 可能兒子又因為媽媽沒有再掌握他那麼短 他也可能有時候有機會收斂一點 或者媽媽用不同的態度去說兒子的時候 兒子也沒有那麼反抗 只是一個例子 就說到靜觀這個練習 是怎樣去幫助我們 經常跌入了一個自動化反應的漩渦裡面 也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面對家人 出現很多自動化的反應 其實也很大挑戰 有時候怎樣不做反應 我們很容易就會做一些反應 可能看到他已經眼火爆了 他媽媽看到兒子每天都對著相機的時候 可能已經立刻就在那裡 好像娛者一樣 人娛夜娛 兒子當然當然是不甘是虐 可能就薄水 日吵夜吵 這個也是 如果隨便方的角色 停止了這種不良的互動和相處呢? 家庭治療是很討論互動的 因為一個人在做一些事情 會影響到其他成員做的回應 當一個人有轉變的時候 也會令其他成員的回應有所轉變 這個跟我們做政官是很吻合的 當一個人做了政官 我能夠安定下來 也會幫助其他家庭成員 沒有那麼多的自動動化反應 這段影片我們今天沒有時間看 不過我會傳給大家 大家可以在家看 這段影片 挺有趣的 大家看看圖片 張卡巴仙都會說 那些風風浪浪 我們是沒有辦法平息的 但如果我們學會滑浪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和這些風風浪 是可以共處的 就看看我們是否可以掌握到一些工具 可以和一些焦慮相處 簡單介紹一下政官的練習 其實有所謂正規和非正規的練習 剛才和大家做的都是比較正規的練習 包括正座、伸展 今天沒有機會做身體素援和步驟 研究說每天做30分鐘會比較有效 那如果我沒有辦法抽到時間做30分鐘 那是否特別沒有用呢? 那些練習 如果你沒有說每天 你可能是隔天 或者你30分鐘做不到 你最少做5分鐘 也好過不做 有一個原則就是靈短就莫斷 短也好過斷了 還有正規的練習就像你鍛鍊肌肉一樣 阿輝經常做健康就知道了 如果你想鍛鍊肌肉的話 你一定要一直練練練練練 那正規就不是鍛鍊肌肉的 它是鍛鍊你的心智 你的身心靈的健康 它對大腦現在很多研究都說到 會令大腦的結構有所改變 那是透過不斷不斷去做才會有這種 好像做運動沒有什麼時候做得夠 是要持續這樣做 如果我們要健康的話 對 好 剛才也介紹了 這個 就是跟大家說 如果坐在這裡 最好 一定是坐一些硬一點的椅 千萬不要坐在梳化 我們以前曾經有學員 回來跟我說 他說 我坐到 腰很痛 再問 原來他坐在梳化 還有坐在床褥也是不對的 因為床褥和梳化 他不夠承托力 所以 找一張坐在床褥比較硬的椅 還有坐在床褥的時候 都是挺直背脊 雖然是挺直 但是坐得莊嚴而自在 我們9點以後 沒有時間做練習 除了剛才那些正規的練習 還有一些 其實我們做靜觀 不是說 我們每天30分鐘 只是那30分鐘就靜觀 其他時間 我們就 顧著拼命 滾機 打機 我們其實是希望 將靜觀融入去 我們的生活 所以 即使連策 或者洗澡 或者吃一個蘋果 如果我們都能夠將靜觀融入去 我們才真的掌握了靜觀 即是走路 我們都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走路 為了培養一份生活的習慣 令到我們可以 將這個覺察力 專注力 放在我們的生活 無論你做什麼都 如果有一份覺察 其實都是幫助自己培養一份定力 去面向自己 一些很自動的情緒 一些想法的反應 行為的反應 譬如我喜歡煮飯 譬如 不可以慢慢煮 但如果我 那天晚上煮飯 的話 我就盡量 我又不會一邊看電視 或者一邊聽其他東西 我又很專注去 準備一些材料 怎樣去煮 怎樣可以配搭材料 做出來 色香味也好 傳言專注在那裏 有半個小時 準備一個晚餐 這是我很享受 還有我 撇開我所有其他工作 任何煩惱的事情 我就是專注去靜觀煮食 是的 靜觀煮食 我也很喜歡靜觀煮食 我都覺得煮食的時候 如果能夠很專注 其實很享受整個過菜 我們現在面對疫情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每天都要做 醫生都建議 除了戴口罩之外 就是洗手 所以我們一天洗幾次 每一次洗手 如果我都可以把靜觀融入去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次的靜觀練習 不如我們現在簡單示範一下 我想現在大家 家裡一定有酒精的搓手液 不如我們給一分鐘時間 那些朋友去拿一瓶搓手液出來 我們一起做這個練習 如果是有酒精搓手液的朋友 就請你們花一點時間拿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隨便坐在這裡 聽著我們去做這個練習就可以了 好 好了 我假設看不到大家 我一切大家都已經拿到你的瓶的 洗手 搓手液 首先 我們 首先就拿起這個搓手液的瓶 看看這個瓶 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可以看看這個瓶的形狀是怎樣 可能每個瓶都不同 有些是倒出來 有些是擠 有些是噴 有些是種種形式 都不同 可能我高一點才能看得到 OK 留意一下它的顏色 以及裡面的液體的流動是怎樣 光線也是怎樣 看看是否有顏色 或者是透明的 都可以去覺察一下 好了 然後帶著一份全形的覺察 慢慢把它蓋打開 有些不用打開的就是讓它 如果你是噴的 就噴 那就 好了 帶著一份覺察 將這個 擠一些 到手掌那裏 或者手背那裏 好 阿輝你也可以 好 好 好 當擠下去的時候 首先感受一下 當這個 初手液 去到這個 手掌上面的時候 的感覺是怎樣的 如果它是可以流動的話 當你動動一下這個手掌的時候 看看這個 初手液在手掌上面 流動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的 還有它的變化是怎樣的 有沒有光澤的 它跟皮膚接觸的感覺又是怎樣的 它有沒有重量在這裏 又或者甚至你可能 聞到一些氣味的 我們就可以隨著你的意願 將它慢慢 兩個手掌磨擦 手背手掌磨擦 令到感覺到 這個初手液 是塗滿手指手掌的任何一部分 一邊塗的時候 一邊感受著 兩個手掌手指 手背 當皮膚接觸到這些 初手液的時候 那份的感覺 好 現在我們的手掌 手掌 手指 都已經被這些 酒精初手液 塗滿 和保護著 大家也可以 將雙手打開 感受一下 現在 塗了這個 酒精初手液 手掌 的感覺是怎樣的 是濕潤 乾燥 氣味是怎樣的呢 還有現在的皮膚 有了這個 酒精初手液 的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手掌 和手背 的感覺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呢 動一下 它 在空氣中 和空氣有一個交錯的時候 這個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好 不如訪問一下大家 有哪位朋友都想分享 雖然我們過了一點時間 我是Sam Hi Sam 你好 這瓶 我用了半瓶 但是今天才是第一次看見 原來是第一次看見 這個瓶的內容 是呀 原來是這樣的包裝 和 老屋地吃的 嗯 我是第一次看見 是呀 你用了半瓶了 是不是 但是今天才是第一次看見 是啊 那麼 摺下手呢 我覺得 原來我覺得 它是好像一塊膏 嗯 實際 觀察呢 它也是 很水的 原來 就是它一倒下去 就是水的了 是 在瓶裡面 就好像比較 稠的 但是倒出來 就會流質多些 是啊 就是 我想我 一直對它有個印象 但是原來實際觀察呢 它又 又不是完全是這樣的 嗯 嗯 是有些新的發現 啊 好 很有趣 我們很熟悉 每天都用了半瓶 今天對它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嗯 是 好啊 多謝你阿Sam 多謝了阿Sam 有沒有其他朋友都想分享一下呢 還有阿Sam 也帶出了一個 靜觀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初心 嗯 就是 我們對任何的事情都保持一份 好像第一次經驗 第一次認識 第一次初心 是 當然 不好意思 剛才漏了 原來有兩位朋友 都在文字那裡 留給我們的 嗯 一位就是阿Leslie 她就說 在靜觀裡面 可以幫到她 感受身體內的流動和變化 但是很難 很難集中 可能因為 做了城市人很久了 這也是 我們城市人 很多挑戰 很多習慣 很忙亂 對 另外 Sharon 就說 剛才的呼吸 可能是三分鐘呼吸的練習 原來 都留意到呼吸比較淺和短 她就問 究竟我是否需要做一個深呼吸呢 我們靜觀的練習 就不是去做一個呼吸的練習 分開的 我們要分開 我們要分開 呼吸 無論是深還是淺 我們只是去覺察著她 和你去做氣功 或者做儀家 那個也不一樣 我們只是去覺察著她 是的 沒有一個意願說 特別要改變 不用去調教 改變她 只是去覺察到 呼吸是怎樣就是怎樣 當然我覺得 不知道是否最近 我也有留意 自然戴著口罩之後 因為好像不舒服 經常都有口罩蓋著鼻孔 很多時候 呼吸自然會變得短淺 因為好像吸一口氣 吸回自己噴出來的氣 可能因為這樣 更加容易 如果 假設自己已經很緊張 很焦急 再這樣蓋著鼻孔 自然很短淺 呼吸自然會 可能會令自己更緊張 所以也可能留意一下 會不會和最近大家的生活習慣 可能在外面 一邊要戴著口罩 其實我們身體已經協調 變得很短淺 也可能很未定 所以你也可以去覺察一下 或者我們 有沒有朋友也有疑問 或者不分享不行的 在剛才那個練習裡面 靜觀洗手裡面 會不會我們可以繼續下 我們很快把後面一些 這裡有幾張slide 講到其實在靜觀 尤其是在西方 已經應用了在家庭的關係裡面 已經有很多研究 以及有很多實踐 做了的 譬如在這裡講的 就是一個研究 是說他們發現 在親子關係那裡 可以有什麼可以做到 可以幫助親子關係 他們設計了一些靜觀的活動 可以幫助親子關係 對 因為我們不想阻礙大家 太多時間 我們會把這個 輸送給大家看 還有 也有一個 參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電郵給阿輝 我可以發揮這些 其實我們一會兒 可以把這個 馬上變成PDF 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可以馬上發揮 也可以 這個也是類似的 它設計了一些活動 親子活動 全部都是一些正觀的活動 促進父母和年輕人的關係 除了親子關係 對夫婦關係 亦有很多研究做了 亦都是很正面的 尤其是在同理心那裡 透過做政官 明白了伴侶 懂得站在伴侶的角度 去看市民的事情 原理就是因為 人們可以專注下來的時候 一直去做收集 其實是刺激著我們 一個叫做邊緣的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是跟我們 那個同理心有關 我們容易地去代入到 別人的世界裡面 從他的世界那裡去理解 這裏有一些是關於親子關係 不過他這個課程 主要針對一些 譬如有不同的症狀的小朋友 譬如會約症 我看完幾分鐘 你不要吵著我 不同的發展性障礙 或者持閉症傾向 在西方已經有很多的研究 實踐在做這些功夫 這裏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沒有時間詳細講的了 這裏大家如果這陣子都不能播出 想做這些政官練習 這裏就是我們的老師馬淳華博士 這裏有些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對於靜觀收集的話 可以上去這些apps或者網站 最近為了疫情 就在樂天心情那裏有一個 左下邊藍色的連結 大家卡上去 有些錄音 大家可以聽著做一些政官練習 是的 而我們浸水管愛群的服務裏面 你們報名參加這個網上的工作坊 其實我們的網頁都有一些錄音 《逢禮大一》和《禮大一》和《禮大一》 就是我錄了一些靜觀的錄音 都會是從一三放出來 總共有八集的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上網去練習 當中也有一些如果有朋友睡得不好 我們有些練習是關於靜觀休眠的 怎樣幫助你睡得好些呢 你也可以上去上面參與一下 而右邊就會看到一些手機應用的程式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下載 尤其是本港 即是本土做得比較好的 就是另一個新心靈 和330的apps 如果你有信仰就可以靜觀深圳這個apps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服務的一個簡單的宣傳 左下角下面有一個QR Code 如果你想接下來繼續上網上的課程 其實在3月我們每一個星期都會安排不同類型的一些靜觀的課程 歡迎大家上網去報名 下星期禮拜一就預告一下有靜觀和瑜伽 我們有另一位老師會上來帶大家做一些動態的靜觀收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網報名 那麼我們機構就賣一下廣告 因為我們都希望在防疫的情況下 能夠互相去分享 因為很多人可能在恐慌之下收藏了一些物資 如果你覺得有多餘的可以捐出來 可以轉陣給我們機構就行 或者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都收集一些口罩 或者一些消毒物品 希望可以給到一些基層朋友 我們都鼓勵大家可以互相分享 最後來到這裡都邀請大家給一些意見 我們有一個QR Code 都邀請你可以上網上給一些回應 多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不知道大家來到這裡 有沒有一些疑問或者查詢 都想跟我們分享 或者想跟Human聊一下 關於一些家庭關係的事情 如果你想的話 都可以開啟了你的咪 可以在現在我們可以留多 可能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如果你不趕著走的話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交流一下 無論是關於靜觀 又或者關於一些家庭關係的處理 都可以 如果在這個群組裡收不到PDF 可以在E-mail裡收到嗎? 可以 我試試 不如我們出到那個分享 我們把PowerPoint馬上轉為PDF 對 然後我們試一下馬上把 回出 回出 請大家稍等一會 我們會嘗試在這個群組裡 馬上傳出來 對 對 對 因為我 對 對 因為我是用手機 對 上次這樣 用手機 每個群組裡 收到PDF 可不可以在回應表裡 發送PDF 可以 請你在回應表裡 如果你在用手機收聽 現在不可以即時拿到PDF 可以 請你回應表裡 留下你的名字和電郵 我們明天可以發送給大家 對 因為手機不會在群組裡收到PDF 非常適合 對 明白 謝謝 我們試一下現在把PDF放到群組裡 先把PDF放到群組裡 現在正在上載 很快便會收到 是否在聊天那裡收到 是 在聊天那裡 你便會下載 稍等一會 現在正在上載 是 那我把PDF放在回應表裡 即是收到 好 好 不知大家是否現在收到 還是可以 只有一位朋友收到 不要緊 那我們的QR Code 都會在PDF 在最尾的版本 如果你無法掃取 那個QR Code 對了 如果你收到我們的PDF 之後 請你用時間 去回應 我們在那個QR Code 那裡 或者是Tanker等等 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經收到PDF 如果你不是用手機的話 即是你是用電腦的 收不收到 放了在聊天的位置 OK 我看到有人被手勢收到 謝謝 如果有朋友看不到QR Code 我們現在就 再出一個QR Code 你也可以 在這裏看回 看看還有其他朋友 有些問題 或者有些 分享 關於剛才的 無論是 講解部分 或者是 練習證觀的部分 是否用電腦 才會適時收到PDF 在國讀 如果你是用電腦 在聊天的位置 我們就放在那個位置 你是按那個PDF 下載在你的電腦 就可以了 手機就做不到 手機是做不到這個部分 要我們再後補傳給你 好 我在回應表裡留下E-mail 對 你在回應表裡留下E-mail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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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其他朋友還有沒有其他疑問 查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在這裏停留下 我們就在這裏停留下 好嗎 祝願大家 都可以透過 今天少許的時間 可以讓自己停下來 照顧一下自己 可以接觸到自己的內在 希望 一份美好 願各位 都可以接觸到你家人 看到他也有一份美好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這裏面 我希望在這裏面 不知道怎樣的轉變 但是共同度過 如果有需要的話,當然歡迎大家查詢,在我們的網上查詢 或者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找我們的同事去提供一些支援或者輔導 都歡迎你打電話或者電郵給我們 再次多謝大家,這麼有耐性地留在這個空間那裡一段時間 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